集团领导和雍大势已去 你看这五公众号都说了些什么呀 我说咱们律师函之前不是已经发过去了 咱们这文章还在这挂 你看这阅读量 转发量 浏览量的 我找你是干什么用的 王律师 给我解释清楚 是 张总啊 您说的太对了 对方的文章里确实是写了一些负面的评价 但是相对客观 基于目前的事实和法律规定 对方有理由不立即删除文章的 不删除我们就起诉他们呀 什么叫相对客观 我请你们去干吗去 给我解决问题的人给我添堵的 你说你们每次干活都是这样 你们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 每年我们集团给你们律所 那么多法律顾问的费用 都是白给的嘛 明年这合同他还签还是不签了 王律 你跟我说一说啊 王律师 张总 刚才那个网有点不太好 您现在的心情我太明白了 我的建议是 如果要与侵犯名义权来起诉 那我们就一定要做好吻赢的准备 一出手就是赢 那王律师你觉得 这怎么才算是吻赢呢 张总啊 对方这几篇文章 因为涉及到了贵司的话题啊 那导致阅读量暴增 不出意外 很快就会有其他公众号跟风 你也知道啊 有一部分公众号胡编乱造的内容 太过分了 是不是 标题跟内容他们肯定没那么谨慎 只要有一个跟风者 有一处捏造事实 那就涉嫌构成诽谤 那个时候我们在起诉 无论是从法理还是舆论上 我们就都站住脚了呀 原作者看到了 肯定也会心生顾虑 那说不定自觉地 就把那几篇文章给删除了呢 我们这叫杀鸡警猴 您觉得呢 行 但是要抓紧时间 这些文章挂在网上一天呢 就对我们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明白 好好 张总 您尽管放心 是 搞了 这给我累的 最烦跟这种山炮打交道 也不懂法来着挖啦挖的 现在这企业领导都傻素质 你说就这样的人 能把企业管理好吗 要我说呀 那公众号写的还真对 一针见血 那可不把大势已去 是不是 他股票不跌谁跌啊 他不倒闭谁倒闭 这玩意 干啥呢 嘿嘿嘿 你谁 快快快快 梦坏 张总 关门 哦 好 喂 明姐 小唐啊 你们这个王绿又犯什么毛病了 把我们领导气得双脚跳啊 会议一结束 马上就给你为老板打电话投诉 不过你也不要太担心 这个牵连不到你头上的 那王绿呢 那我们集团的案子它肯定是没戏了 就让它能出关别的案子嘛 小唐 你晚上什么安排啊 不过晚上不下班就没什么事 那太好了 晚上我替你吃饭 吃饭 公事似事呀 早 早 大王真的没来 可能是来晚了吧 他十年如一日地早到 刚发生那么大事就完了 我觉得 别瞎琢磨了 我先过去了啊 早啊 艾蜜 早 早啊艾蜜 早啊 哦 对了 像点E1 中午一起吃饭 给你分享一个 劲爆的内幕消息 中午见啊 嗯 这个咱们上去先转 我们的所有的 正好的事 先进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 还一十两天 行 你继续弄吧 我给你弄行吧 这个非常点的东西 好 王彦弘 王绿 在他们所里啊 除了几个合伙人以外 那他也算是 手缺一指的律师了 不也不见宗敬了吗 所以说你们幸福啊 你们要幸福啊 嗯 老板 要辞退大王 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大王可是一毕业 就跟着老板啊 正规的律所律师团队 三年换一次 大王可是 跟着老板十年 这只是一个导火索 按理说呢 辱骂客户 大不了就不让他对接 就完事了呗 但本质上 是老板嫌大王的生产力 下降了 所以就借着这个借口 再开了 职场上 羡慕杀驴再承见不过了 而且你看看他 这两年的状态 是认真工作的样子吗 那多少也有点勤奋吧 那多少也有点勤奋吧 你当老板是你家亲戚呢 还勤奋 老板的本质是商人 我们就是他花钱 买的劳动力 那在他的眼里 就跟他的汽车电脑 没有什么区别呀 那不好用就修 修不好就换了呗 对了 你算算你这个月的小食单 开了多少 两百吧 两百吧 那你猜大王多少 一百多 八十 八十 那是多少 有点对不起工资了 而且你说 你们组的案子本来就少 这好不容易 发下来一个海箱 他完全不上心 全推给你 他呢 跟每个客户都说他忙 项目全因为他被耽搁了 你说他这什么心态呀 纯纯摆烂了嘛 一会儿让我那去呀 好的 这种旅 请进 关门 我找你来啊 主要是你们团队 有一些人员变化 需要你呢 现在做一个准备 是不是王绿他 王绿现在手上 戈尔集团和海象科技 一个 刚许悦 一个呢 带签 这两个案子 需要你多上上心 因为我听这个投行说 对于海象科技的收购 已经十大九稳了 那我们要把这一单做好了 将来的业务 会很多的 我明白 唐一 你在 索利的表现 都在我的业里 希望你能够呢 继续保持 郑利 您放心 我会继续努力的 好